大家好,我是PhDVlo,还是跟大家说想一个试验粉丝的牌子啊,那今天给大家来讲一篇新的文章,这个文章叫做FastRCNN,这个文章呢是RCNN之后的一个啊,图像的这样一个分割的这样的一个网络,那我们来说一下啊,它的前作呢叫做RCN,那RCN是怎么做的呢?我们先有一张图片放进来,然后他就用叫Hog呀这样的方法呢,给它上面去切出一些块,这块就是基于说像那个分水顶算法呀,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算法呀,对吧,他把这个图片呢给它分成一块一块,比如说这块呢是一个他感兴趣的点,这一块呢是感兴趣的一个点,这一块是感兴趣的一个点,对吧,然后他这个图片上切了2000个框啊,如果你把它们都画出来的话,是一个密集恐惧症的一个样子啊,它非常多的框,然后他每一个框呢都拉出来之后呢,给他给他压缩成224乘224乘以3的这样一个图片,3是指RGB,对不对,他不是224啊,其实229,因为他用的是Alex9,那Alex9就是229乘229乘以3,但这个无所谓, 哎呀,我们就说224乘224乘以3好吧,然后呢他放了一个CN的这样一个模型里面,他在每一个框呢都要给他压一下,压一下以后呢,然后去做一个CN,所以他要做2000次CN,你想在当时的时候做2000次CN,那个时候计算资源那么少,对吧,那检测一张图需要装2000次CN,我操,那你这个算到红年马月去啊,所以他就很慢嘛,然后他做完那个CN之后呢,他呢就把这个结果呢, 一边呢放到这个SVM里面去,对不对,SVM就去检测,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,是个飞机呢,还是个人呢,还是个什么别的东西呢,等到他只有20个类了,所以说他是21个SVM,对吧,他呢有20个SVM是检测这些类是什么,还有一个SVM是检测,他是不是invernment,是不是后面那个环境,是不是那个背景,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这样一个,一个位置, 然后另外一层呢,就是他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,就是说他不是还做了一个毛框嘛,对不对,这个毛框到底是准还是不准呢,做一个毛框的一个检测,那么呢,这个呢就比较慢,对吧,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呢,先做了一个chop,chop之后再做一个warp,对吧,那chop就是把这块切下来,那这个呢,可能就切出来呢,是比较比例比较合适的,那他可能就这样,那这个呢,切出来以后呢,给他给他一warp之后就变成别的了,是吧,所以说呢,chop加warp呢,有时候会导致他这个效果呢,变得不太好,并且呢, 他那个,因为他要做2000次这个convolution layer,所以他非常的慢,那这个网络呢,就不太好用,那么呢,这个就是rcn这样一个网络,那rcn这个网络之后呢,我们又讲了一个叫sppnet,对吧,那这个就是sppnet的一张图,那么你可以去到处看看我那个视频,我也做过一个视频,那么spp这个net他是怎么做的呢,就是他在整张图上呢,他去做一个convolution,然后呢,因为convolution做出来的结果是这样,就是说这个图呢,在左边做的一个卷积,那这个新的新出来的卷积呢, 是在这个位置,还在左边,他右边做的卷积呢,他新出来的位置还在右边,对吧,在下面做卷积呢,他在左下角,右下角做卷积呢,在右下角,所以他卷积呢,其实实际上的output和input呢,他是有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对应关系的,那么他怎么做呢,他就是说呢,他呢,先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卷积,然后我需要哪里呢,我从卷积之后的结果呢,我切哪里,是不是,我把这块给切下来,但他切呢,其实还用了一个方法,叫spp这样的方法,叫做空间金字塔吃化这个方法,我们在这个文章最后的时候给大家去讲,因为我们今天讲的mass, 讲的这个fastrcn呢,和这个sppnet呢,其实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,好的,那么这样的话呢,他相当于就是说,后面的部分呢,他都是要做的,是不是,这部分都是要做2000次的,那这个部分是逃不掉的,这个没办法,那但是呢,这个convolution呢,它是比较慢的,所以说怎么办呢,那就把convolution呢,我只做一次,和这个是做2000次,那他的速度不是一下就快了2000倍吗,是不是,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,那么呢,我这个讲过了,好的,那么这个就是空间金字塔吃化,那什么是空间金字塔吃化呢,就是我们 出来一个图,对吧,那为什么,为什么非要做一个迟化呢,为什么这非要做一个迟化呢,因为啊,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,它的输入呢,是必须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尺寸,那这个地方呢,你输入的这个,因为你你这个东西你切出来一块嘛,对吧,那切的可能有大有小,是吧,有地方是这样的,有地方是这样的,那你切的这个size不一样的话呢,它会导致convolution输出的这个结果呢,它也不一样,那不一样的话呢,它往cfc9这个layer里面塞的时候呢,就会产生这些问题,那怎么办呢,它就要把这个统一成一样的大小, 所以这个栏框呢,其实就是为了统一成一样的大小做的一个操作,那warp呢,就是把这个输入这张图呢,给它统一成一个大小,那你输入都统一成一个大小的,你的输出当然也是一个大小的,对吧,但你输入一个大小的话,你会找一个问题,就这个图是这样的,这个图就变成挤成这样了,是吧,那个样子就发生了一个形变,那你这个空间金字塔吃化呢,它也是把它输出呢,变成一个同样的大小,再废给这个fc,所以说呢,它是怎么做的呢,它就是在上面进行的一个,比如说,一个高强度的吃化,对吧,这是低强度的吃化,还有一个整 整体的吃化,然后把它们这个结果呢,给它拼在一起,但是拼在一起之后呢,把它这个结果呢,再给它变成一个固定长度的这样一个情况,再放到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里,这样的话,fully connected layer呢,就可以收到一个同样的这样一个size,这样一个情况了,那这个呢,它的速度呢,就快了,因为它呢,比之前的时候呢,少做了19994的这样的一个,啊,卷积层,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呢,就提高了不少,那么呢,啊,我们来看一看,我们今天这个主角呢,讲的呢,是什么呢,今天主角讲的是ROI的这样的一个pooling,当然这个事儿还是SP, SPP night啊,我们今天不讲SPP night,今天呢,讲主要讲ROIpooling,那ROIpooling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一个操作呢,我们进来看一看,那么就是说呢,我们还是一张图,对吧,我们这个图呢,我们还是只做一次的这样的一个convolution,就是它是,它是借鉴了SPP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,因为这个两个文章好像都是和海铭写的,所以说呢,它呢,就是把自己的这个,前面的这个文章呢,又改进了一下,又发了一篇新的文章,那它呢,都是做了这样的一个SPP的,这都是SPP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,就是说它两个的文章, 都是只做一次convolution layer,但是呢,空间金字塔迟化呢,是通过一个,你看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迟化的方法,对吧,让它有不同的这样的size,让把它们再拼在一起,做这样的一个情况,现在呢,我们就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,我们换了一个方法,叫ROIpooling的方法呢,把它做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结果,是吧,所以它做了这么一件事儿,那我们来一会儿来说一说ROIpooling是怎么做的啊,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具体的流程,首先呢,就是我们只做一次这样的convolution layer,对吧,convolution的这样的一个,就是卷积形网络呢,只做一次, 做出来一次之后呢,那你左下角的卷积形网络做完以后呢,它的位置还是左下角,对吧,右上角做完以后,还在右上角,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卷积形网络做完之后的这个结果上呢,我们得去给它切出来一些位置,对吧,然后我们进行一个ROI的这样一个直画,直画之后呢,放到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里面,然后呢,跟之前的一样,对吧,一边呢,我们就去做一个,做一个这个classifier,对吧,我们就去预测一下,到底是马呢,还是人呢,还是牛呢,还是什么东西,另一边呢,我们就去预测一下,它的这样一个regression的这样的一个bbox,对吧,就看看这个说,我们这个 之前切出来的这个位置呢,切到底准不准,是不是要做这么一件事,那么好的,我们就来继续来讲啊,那么呢,它是怎么去做的一个ri pooling呢,就是这么去做的,就是说,比如说我要现在做一个pooling,以前做pooling呢,都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二乘二的pooling,那什么是二乘二的pooling呢,就是我以两个像素为一个格,对吧,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像素,然后这个再做一个这么大的像素,做一个这么大的像素,所以它如果它这个边呢,如果要是十的话呢,它就会做出五个直来,对吧,它如果边要是十六的话呢,就会做出八个直来, 因为它是按照像素来做的,所以它的边呢,如果要是越多的话呢,它的这个大小呢,就会越大,如果边是十六的话呢,就做出八个,如果边是二十个,做出十个,是不是,那么它就是,就是边的数量除以它这个每个pooling的size,那现在的这个ri pooling呢,它跟这个之前的pooling呢,不一样,这个pooling是改了一个思路,什么思路呢,就是我以前的时候,是我按照像素来做的,我现在是把这个格子切成两块,所以它做一个ri的二乘二的pooling,什么意思呢,就是这个像素是八个格,对吧,那我的意思就是把八个格切成两块, 所以每个格是四乘四,它是,以前的时候是我每次分多少,现在是我分成多少格,对吧,所以它变了这么一个idea,那它呢,原来的,比如说这个边长是八的话呢,它一除以二,那这边是四乘四,这边是四乘四,如果原来的边呢,原来是,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二十乘二十,对不对,那我除以二的话呢,这边是十,十乘十,这边也是十乘十,所以呢,它呢,就是相对于这样,对,你看,我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域,会把它变成一个四个格子,是不是,我是这样的一个区域,我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四个格子,那这样的话呢,那我,我最后要输出一样的多的 结果,是不是,那我以前的时候都是按照这个像素点来做的话呢,我输出的结果呢,有可能就是八个,有可能是十个,有可能是二十个,那我现在呢,都是按照这个整个的size来做,对吧,我就是整个size除以二,那我最后输出一万都输出四个,这个也输出四个,这个也输出四个,这个也输出四个,所以这个想法呢,其实非常的简单呀,是不是,但是这个简单的想法有时候会导致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,那它比我们之前说的,SPPNet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,就SPPNet你要做多个尺度的金字塔驰化,那它的速度呢,还是比较慢,那尤其它训练起来呢, 那这个东西呢,它训练起来的时候,速度就比较快了,因为它呢,所有的东西呢,出来的大小呢,都是一样的,是吧,那所以它呢,就很好训练,对吧,很容易去做一个大的败持,那我来说说什么是驰化,驰化的意思呢,就是说,我来这么多格里面,是不是,找到这里面格里面最大的那个点,比如说这个点呢,可能是最亮的,对吧,那个这个点呢,我把这个点的值取出来,放在这个位置,那在这个里面找到这个里面最亮的一个格,对吧,是这个格,那把这个格的这个位置呢,放到这个里面,在这里面找到里面最亮的格,这个格,把它放在里面,这个格,把它放在里面,这个 这个里面找到最亮的格,可能这个格,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,所以说呢,它的实话的意思呢,就是在每一个绿色的框里面呢,找出它里面最大的那个值,只取那一个值,是不是,所以说呢,这个框比较大的话呢,它呢,就会扔掉比较多的信息,那框比较小的话呢,就会扔掉比较小的信息,那这样的话呢,会对这个网络产生一点损耗啊,所以说呢,这也是为什么就这个网络的效果呢,不是那么的好,然后呢,之后还会有些其他的改进,我们以后可以给大家再具体的去详细的讲一下,那么刚才呢,其实已经给大家基本讲了一下,那么我们那个 这个拆GPT呢,是这么给大家去说的,所以说呢,给大家放在这里,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呢,可以暂停一下去看一下,那这个地方讲的是SPPNet,最开始的时候呢,是RCN,然后是SPPNet,然后是这个现在的FastRCN,所以说SPPNet是加这两个中间的这样一个网络啊,所以你可以看一下SPPNet,那后面呢,这个是FastRCN的这样一个情况,你可以去看一下FastRCN是怎么去做的,那其实实际上呢,它讲的呢,就已经把我刚才的地方都讲完了,它呢,特征呢,也都是算一次,是不是, 所以说呢,它那个速度呢,非常的快,并且呢,它呢,这个训练的方法呢,更高效,因为它那个边界框呢,它只有一次,对吧,它只有一个框,那你只有一个Mix Pudding的话呢,它的一个速度呢,是比较快的,OK,那么呢,就说ROI和空间金字塔实话呢,其实区别呢,不是特别的大,他们俩呢,非常的相似,啊,那么我们说,它相似在哪里呢,就问一下拆GPT,拆GPT呢,就可以把这个相似点呢,给你非常好的给你去说出来,是不是,你看呢,这个空间金字塔实话呢,它是进行了一个多层的, 的池化,比如说它可能是1乘1的,2乘2的,4乘4的和8乘8的这样的一个池化,那它呢,这个池化呢,就变得比较多,然后最后呢,把每一层的池化呢,铺成一个一维销量,最后呢,放在一起做一个总的特征表示,那这样的话呢,它的计算量呢,其实还是比较大,那这个FAST的RCN呢,它就会比这个快,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金字塔实话,空间金字塔实话呢,就是把它们都分别的,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,是不是,然后呢,把它们呢,都给它做出来一个值,把它们拉平以后呢,给它放在一起,这个值呢,是一样大小塞出去,那这样做呢,有时候呢,它呢,空间金字塔实话做出来的结果呢,就是,不是特别的,特别的准,对吧,有些地方拆的不是特别的准,所以就会导致它的结果呢,稍微差一点,那么我们现在这个ROI实话呢,就会做的更好一点,是不是, 那这就是ROI的这样一个实话,那ROI实话是怎么做的呢,具体怎么做呢,我给大家去说一下,那你要是有兴趣的话,可以把这儿看一下,但是我呢,空间给大家去讲一下,那现在就讲一下,这个我们有一张图片,对不对,那我们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,是不是,然后ROI实话就是说,把一个任何一个窗呢,给它分成,比如说,啊,二乘二的这样一个格子,那这个可以分成二乘二,也可以分成四乘四,也可以分成六乘六,它可以分成任何的size的五升五也可以,啊, 所以说呢,它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个格子,那它是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的呢,它呢,就是说呢,我们把这一张图呢,给它分成这些均匀的格子,所以把这个一张繁高的这样图呢,给它分成,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,可能分成十升一十的这样一个格子,但它分的比这个肯定更多啊,比如说它分成一个五升五十的这样一个格子,然后呢,我每一个东西呢,它其实实际上呢,是肯定会在某一个区域里面的,比如说这个区域里面就是一个太阳,然后这个区域里呢,可能是一个城堡,是不是,那我做一个区域的这样ROI实话的时候, 我就是把这个区域呢,给它框出来,然后把这个区域呢,给它拆成一个,比如说二乘二的这样一个情况,是吧,它就做了这么一个事儿啊,所以说它呢,是把这个整个图片呢,分成了很多的格子,然后呢,在这个,把这个,它也没有那么灵活,它也比较死板,它就把这个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格子呢,提出来,那这个区域呢,可能就对应的是这个区域,是不是,这样的一个格子,去这样的做一个对比,那这样的话呢,可以介绍计算量嘛,是吧,那还有一个事要给大家讲啊,比如说呢,这个格子呢,可能是一个八乘八,对吧,那我想给它变成, 变成一个,啊,拆成两倍,对吧,所以说这般是拆成四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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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,那这样拆呢,很好拆,那如果是一个九乘九的格子,怎么办呢,是吧,它就用了一个整除的思想,什么整除思想呢,就我还要给它拆成一半,那呢,就会拆出来四点五,是不是,按照四点五来分,那怎么办呢,左四右五,所以说左边是拆成了一个四乘四的格子,五乘五的格子,还有一个四乘五的格子,和一个五乘四的格子,啊,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ROI的这样一个,实话的这样一个方式,啊,这个方式呢, 比如说它后面这个部分呢,就是它具体的实现的部分,就把这个整个图片呢,给拆成这样的一个比较死板的这样一个格子,然后在这个格子里面呢,就像是我们做一个像素画一样,对吧,那就是把这个像,某些像素的这些块呢,给它拿出来,那这样的话呢,可以让这个网络的计算量呢,变得更小一点,当然呢,这样的话呢,也会降低一下它这个精度,啊,因为你在框的时候呢,就是只能框出来某些的这样的一个位置,嘛,对吧,那你有时候就会,你这个位置可能稍多一点,或者稍微少一点,它的结果呢,就会变得差一点,好的,那这个视频呢,也讲到这里了,那我们下次见, 下次呢,给大家讲讲FasterRCN,那就是RCN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作品,是吧,那再之后就是MaskRCN了,对吧,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,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